春秋时代的中国跟当今世界太像 简单说 当时的中国有十几个主要诸侯国 一百多个小诸侯国 以及他们名义上的共主周王室构成 他们认为自己所在的东亚大陆 就是天下 也就是世界 说到春秋时代 大家最普遍的印象就是乱 好像是有一大堆的诸侯国斗来斗去 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西州灭亡以后 管控天下的周王室已经是名存实亡 旧的国际秩序已经失效 新的国际秩序正在形成 超级大国 元首峰会 国际公约 国际法庭 多国部队 会场上劫持人质 这些在今天的国际新闻投票里 经常会发生的事情 在当时的中国都已经出现了 西州末年到春秋前期的历史 这段历史的主题就是称霸 而称霸的实质就是负责任大国建立国际新秩序 这段历史的尽负责任大国地区 未驚运情况这段历史を集中 增加在此宫中 进行转责任大国目出现的 已出现了 以后 ony 禅致 温柱 越近 北 越温柱 以及 govern 谷 这 instance 是 冷 Nobody 说完霸道 我们来说 霸主为了贯彻霸道 具体的要做什么 霸政 就是霸主管控国际秩序 要承担的主要任务 它包括八项主要任务 那就是尊王 攘仪 主会 平乱 救换 讨罪裁决 立约 首先是尊王 尊王是处理 周王和诸侯之间的关系 就是霸主率领同盟诸侯 继续尊奉周王 担任天下名义上的公主 继续尊崇周王室制定的礼制 俗话说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虽然周王室已经衰微了 但是他在天下长期推行的周礼 在春秋前期 仍然是唯一具有合法性的主流意识形态 是凝聚人心的不二选择 其次是攘仪 攘仪是处理华夏与蛮夷之间的关系 就是霸主独自或率领中原诸侯 抵御蛮夷戎戎戎的入侵 或是主动讨伐蛮夷戎戎戎 以求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城埔之战以后 所谓的攘仪 其实主要就是指华夏盟主 进国打击南蛮楚国 第三是主会 主会是指霸主召集诸侯开会 来商议重大国际议题 调解国际国内争端 制定联合行动方案 会后一般有盟事仪式 在开会期间还可能举行大阅兵 国际法庭审判等活动 第四是平乱 平乱是指霸主运用外交 甚至军事手段 干预局势失控的诸侯国的内政 以求平息政治动乱 恢复政权的稳定 第五是救患 救患是指霸主独自或率领诸侯 救助遭受自然灾害 或蛮夷伤害的诸侯国 第六是陶醉 陶醉是指霸主独自或率领诸侯 对某个同盟国 违反国际公约的行为 进行惩罚 第七是裁决 裁决是指霸主承担起 类似于国际法官的责任 对同盟诸侯提交的国内 或国际争端 进行审判或仲裁 第八是立约 立约是指霸主 在处置具体国际事务的基础上 加强制度建设 以国际公约的方式 确立同盟诸侯都要遵守的 一系列国家行为准则 和国际关系准则 我们现在各行各业都很强调的一句话 叫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之所以要强调这句话 是因为要做到的确很不容易 成不直战以后 晋国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 一直都是天下最强大的国家 也一直都是中原霸主 随着时间的推移 霸主晋国逐渐忘记了 齐桓晋文霸业 作博 怀仁 行义 求和的初心 对诸侯的索取和驱使越来越多 而对诸侯的关怀和服务越来越少 态度也变得越来越骄横和粗 比如说 春秋晚期 楚国发生内乱以后 晋国想要抓住机会重振霸营 于是在平秋举行诸侯大会 晋国知道 诸侯对自己的拥戴已经远不如从前 于是出动了四千辆战车 在现场进行实战演习 用来恐吓诸侯 使得他们不敢背叛 在大会期间 鲁国不服从晋国的一项裁决 想要上诉 这个时候 晋国的发言人书相 对鲁国人说了这么一个话 我国君主有四千辆兵车 摆在会盟现场 即使不按道义乱来 那也一定是可怕的 何况他还遵循道 有谁能够抵挡呢 牛虽然瘦了 压在小猪身上 难道怕小猪不死吗 很明显 这个时候 晋国霸也主要依靠 他强大的军事势力的维持 已经很像我们今天理解的 霸权主义 横行霸道 而与齐桓晋文当年 以德服人的称霸理念 相差很远了 所以 当中国人谈论霸道的时候 我们本来谈论的是 春秋时期一种以担当诸侯带头好大哥 构建诸侯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国际政治理念 它在春秋前期形成 本来是仅次于王道的褒义的概念 在春秋后期逐渐蜕变 成为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贬义的概念 霸道政治是中国古典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我们理解和思考 当今国际局势的重要思想资源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些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